在日本 蕎麦面是最热门的平民美食之一 不管是东北或是北海道地区 随处可见蕎麦花田 而在台湾玉璃镇一群稻农转座容易栽培 而且病虫害少的蕎麦 三年有成还和厂商砌作 并且开发多元化的商品 成为稻田转座杂粮的好选择 在日本 蕎麦面是最热门的平民美食之一 不管是东北或是北海道 随处可见蕎麦花田 在台湾的玉璃镇一群稻农转座容易栽培 并且病虫害少的蕎麦 三年有成与厂商砌作 并且开发多元商品 成为稻田转座杂粮的好选择 田桥跟土桥 田桥很明显是什么 有长白花 对 它除了种子方面的话 它还有一个光光效应 另外一个这个 看起来像没有开花 其实它有开花 它的花比较小 就是我们种的苦桥 第二产销班长谢明健 是网路知名青龙小县县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种植蕎麦 他这次分享 美工顷蕎麦田 大约可以收获 一公顿干燥过的蕎麦 干燥过的蕎麦 美工所收购价是30元 如果再加上 鼓励水和轮座的补贴 收入比水稻还要好 水和轮座可以增加土壤肥力 减少农药实作 降低农民生产的成本 而蕎麦具有生长期间短 省工容易栽培 并且病虫害少等等的优点 很适合东部环境 是非常好的选择 记者高松霜 玉政采访报道